況且就是你把所有的門窗都打開 然後也是一樣用木炭爐 然後燒起雄雄烈火 然後你要從大門進來 繞著每一個地方給它燻一下 因為火就是溫度 溫度就會產生磁場 然後肯成空氣對流 這就是你 你還沒有忘到那個宅 你先燙傷了 對 這個要很小心 這個要很小心 你要關好 然後門窗一定要打開 讓裡外的空氣對流 太旁了 你可以用那個有沒有 購物的推車有沒有 放在裡面用推比較好 也可以 比較安全 也可以 比較安全 最主要就是要讓空氣裡外對流 把裡面的這些不好的氣 利用空氣對流把它帶走 還有火 它本身如果說是有一些陰氣 它是怕火的 第二可以用我們傳統的方法 就是海鹽跟糯米 鹽壁 混在一起 然後到處灑淨 灑的時候你要用力的 往天花板 地面跟牆壁 用力的甩出去 它會產生一種電波的能量 然後這個也是可以驅 另外還有就是房子 你裝潢好的時候 你一定要盡量有採光跟通風 你採光 光就是代表陽氣 陽氣一進來的時候 陰氣就自然會退 通風的話 它是可以讓整個磁場對流 如果說沒有採光跟沒有通風的房子 你家可能就是要善用燈光 燈光要打亮一點 打強一點 然後沒有通風的話 你家裡可能就是說 可能開個電風扇 讓它有空氣的對流 你如果說不採光不通風的話 縱使這個地方不是陰宅 它也會寄陰 所以這一些都是一定是必備 一定要做的 買一個房子一定要做的程序 好恐怖 我這邊想提醒觀眾朋友 想要知道自己的房子 是不是凶宅 其實並不難 第一個 現在網路上有很多 凶宅網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 你現任的里長 因為里長一幹都是三四年 所以第一 現任的里長 前任的里長 前前任的里長 或者有的里長一幹幹三任兩任的 其實你問他們 他們都會知道 因為家裡有意外或兇殺 里長通常都要協同警察去除 第三個 你可能還可以去問警察 但是問警察就很好玩了 如果今天你問警察 警察那邊都會有記錄 警察發現真的沒有 他就會跟你說 沒有啦 你放心 但是如果警察發現有 他也不會跟你說 有 他不會 警察會怎麼講 他會說 余小姐 我們差無實據 你要不要去問問看里長或鄰居 可能比較準 這是真的 這是真的 因為我們之前就問過 警察不會直接告訴你 不行 因為他會被 當地的鄰居或屋主抗議 警察也不要負擔那麼大的責任 就是在 因為那個責任很大 因為買賣幾百萬的事情 所以他說如果有的話 而且你已經知道的話 那就OK 謝老師要補充 一般來說 通常是會建議就是說 通常我們去看房子的時候 如果裡面有一些家具 不是全部就是他只留局部一兩樣 在那裡頭的時候 我是建議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像之前在天母有一個房子 他就只有一個冰箱 放在那個房子地下室裡頭 其實原屋主委 大概一開始他也沒有跟他講 後來他就要買的時候 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就是一個冰箱在這裡 他也覺得很奇怪 後來問了人家以後 他就說你不知道 那個房子就是人家 有一對男女朋友 男的後來那女的 要跟他分手之後 他把那個女生 冰在那個冰箱裡頭 然後他真的嗎 他就 那個冰箱就放在那裡頭 後來他想說那買下來 買下來他也很奇怪 就是他覺得那個冰箱還很新 他也繼續放 犯掉一個冰箱才一萬 千萬我能買天母的房子 為什麼能住這個冰箱 太節省了 你這個人是誰 所以基本上我就覺得說 如果他有特殊就是一兩樣 尤其是什麼 尤其是神桌 如果放在那裡頭 千萬你就一定要請 就請人家來幫你做處理 就把他請走 因為有時候 當然神桌不搬走的 神桌不搬走 他可能想說下一個屋主 賣房子神桌牌不帶走 神桌沒有搬走 通常他神桌沒有搬走 大部分都是半夜落跑了 半夜落跑 那個房子丟在那個地方 因為有一個他就是這樣的 他神桌還放在那裡 他也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屋主這個神桌放在這裡 我不知道 他也不敢動也不敢搬 當然一開始也是不曉得 後來是說 他的朋友到他家裡頭來 然後他說沒有啤酒沒有 你要不要去買一下 他出去買一下 後來他們想說 那冰箱還有什麼 他兩個人就跑去冰箱打開 看看沒有東西 然後想要 還有一個 比如說還有飲料對不對 拿飲料對不對 對 就把飲料拿起來 阿嬤 就突然間旁邊老阿公 阿嬤說 你看一下冰箱也要講一下 不好意思 我是那個誰的朋友 我不知道那個 後來回來以後 等他朋友回來以後 他說 你跟你阿嬤阿嬤住在一起 他說沒有啊 就我們兩個人住在一起 就是 如果你發現人家的那個祖先 還放在那個地方 不管 因為有時候他也許請的時候 我可能搬走了 可是我不見得有照那個程序 把他請走 是 還有 還要補充一點就是 大家去看房子的時候 一定要分兩次去看 至少要兩次 白天去看一次 晚上去看一次 對 有一個他就在內湖 他就這樣 白天看他很正常 很舒服 陽光都照進來 可是一到了黃昏以後 他再去看 第二次他去看的時候 他就覺得起雞皮疙瘩 很淒涼感 對 對 他就覺得起雞皮疙瘩 他本來已經要下訂了 那一天下午再去看以後 他就不敢訂 買房子要勝出 所以我們今天得到很多的啟發 他胸宅會有氣涼感 是 房價大跌也會有氣涼感 先生不回來也會有氣涼感 老婆跟別人跑了也會有氣涼感 對 看來氣涼感是無所不在的 OK 我想我最後補充一下 先租後買對不對 對 其實我覺得 其實買房子是這樣 就是說 其實最重要是買環境 如果剛剛 因為你買賣最少就是幾百萬 如果你真的沒有那麼把握 又對這個房子很重視 這幾百萬的話 我覺得有很多朋友 尤其是南部上來的朋友 你哪知道台北東南西北怎麼樣 對 如果說 不要一次花那麼多錢 先去租 熟悉的生活環境 阿公阿嬤 樓下甘媽店的阿婆對不對 警察局的那個管區 都稍微熟一下 你真的擔心這個東西 其實熟悉的環境再去買 我一個朋友應該打電話給你 他就是先租後買 然後他第一個要買的 他說想要買 結果那個人說沒辦法 這整棟都是租產 台北市有很多公寓 是公寓 可是他整棟都是兄弟 什麼表哥 堂兄弟分的 整棟都只租不賣的 台北市有很多這種房子 他說 我說為什麼不賣 房價那麼好 我朋友就問他 他就說因為沒有人敢賣 他就這樣子租 整棟租20年都沒有賣 因為他說沒有人敢背負 變賣家產的罪名 按照你的步驟 先租後買 但是都是先租 先租買不到 那當然就是說那個環境 其實最主要是那個環境 你不一定是那一間房 就那個是生活機能 菜市場 這些環境你熟悉你習慣了 你也知道房價在 價位在什麼地方 對不對 你就不會買貴 OK 好 所以各位 今天我們也得到一個 很重要的資訊 就是這個好不好 一定要簽這一張單子 OK 那麼你如果今天要買房子 一定要特別注意 有沒有欠這個好不好 有沒有打是或者否 對 然後中間跟你講沒有的時候 你要錄音對不對 對 沒錯 所以 盡量做資料 好 謝謝你的收看 祝你晚安 拜拜 你不是剩兩分了嗎 怎麼還可以講